你問誰是戀愛腦 你也有在CNN 我哪有啊 你嗎 這很難學歷了 調聽者就是人間小仙女 蛤 沒有什麼 我是仙女 沒有 你不要高興太多 就是調聽者通常都是 沒有活在地的世界 我對 他們要訪問 我愛你戀領了 SAMASE 歡迎收看KaiKai 再次歡迎SK 錄著我的頻道 不要 為什麼今天是我們兩個人呢 因為呢 我們是一個很不相信 就是算命啊 星座的人 因為呢 像星座 金牛座一樣 然後看有一些什麼生存時間 一樣 所以怎麼錯都一樣 可是問題是 門生就是不一樣 對 對 但是最近給我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出來 等一下 又是我還主持 哈囉 最近有一個 你不要拿去搞檔畫面好不好 要存在你的腦袋裡 MTBI MVTI MVTI 我已經講三次了 MVTI 這四個字母我常會做錯 就最近很流行 就是它會填很多問題 然後就會測出你的 十六歲的那個是哪一個 好像韓國還是哪裡先流行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個算好像蠻準的 因為我們是雙胞胎 其實到底說我們應該是很多地方都很像 但重點就是因為我們真的本來就是不同的人 之前測過我們MVTI是不太一樣 就更加深我們鄉親這個人 就好像蠻準的裡面 因為我們也沒什麼測驗可以測 因為算命什麼星座都一樣 對 重點就是因為我們真的本來就是不同的人 對 蠻不一樣的 對 嗯 下一話要怎麼說 下一話就是它會提問說你們哪裡不一樣 我正在等它就是進 OKOKOK 你看你在那邊 什麼之類的 OK 請 這很好奇 第一 請問你們兩個誰最會社交 一 二 三 四 我 誰做事最沒有效率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請問你們兩個誰是屬於衝動派 一 二 三 四 我比較理性 第一 誰做事最有拖延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我超不拖的好不好 你拖到現在都沒有找到工作 那個拖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是拖延症 我是會設定好 比如說我今天三點以前要完成 那我可能兩點五十九分才會完成 可是我沒有拖延症 因為我在三點完成啦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好 問題 請問誰最沒有方向感 OK好 一 二 三 四 就人家很常問我說 那是左手還是右手 我說 我這個方向脫落 左手 你知道嗎 沒有就是 一瞬間我會反應不怪 我以前小時候都會戴手錶在左手 然後我就會知道說 戴手錶的手是左手 然後可是因為現在工作 我旁邊戴手錶 所以我就少了辨識的物 最後一題 請問誰是戀愛腦 你有在CM 我哪有啊 你嗎 這很難決定 為了讓你們有那個可以 對 那我們就來直接測我們 好 久違的再重測一次 好 在12分鐘內完成 誠實回答 即使你不喜歡這個答案 盡量不要選擇中立的答案 可是我是一個很中立的人 那他就會測出你很中立 欸 我不一樣了 你變了 我不是 你接著了 我怎麼不一樣啊 老師他是不是有更新過題目 你看 來囉 他一樣欸 他沒變欸 始終如一 那我們請到一個非常厲害的MVTI的老師 歡迎 卓卓老師 耶 歡迎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是主人公 我原本是提倡人 從簡約之後就是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百分比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百分比 我超級不外向 然後我自己現在就會這樣 所以這是你的私下還是你的工作 這是我的工作啊 因為我現在在工作的時候 我很內向欸 我自己還可以算片內向 沒有 我會內向 遺憾愛值的是你的能量來源 愛的人會比較需要靠讀書來充電 可能有喔 因為我很愛看書 遺憾的話 你比較可以從社交中獲得能量 他完全沒有在社交 難怪你沒什麼能量 我會跟朋友出去啊 雖然說你可能沒有很愛 有啦 持續性的社交你比較不會 有啦 他就常去喝酒 會啦 對吧 欸 不是只是會去喝酒 他們約我去吃飯 我會去 繼續喔 來繼續下一個 N就是52 你們一樣的 我們一樣的欸 N型呢就是你們會看大方 但是也比較有創意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有創意的人 本性 欸我完全 你的F好高喔 我超感性 超高 超感性 我37年 那跟我很不一樣啊 還是算你偏感性 還是算你偏感性 但是你非常感性 我是非常感性 你應該是要放大情緒吧 我有嗎 就是開心的時候很開心 喔有有有有有 T和F這個感受型和思考型 它主要是在做決策 感性的人比較容易被勤了 那理性人就是 他們會說 我愛你 但是我堅持我的緣 好討厭喔 怎麼這種人啊 好討厭喔 有很多對策 欸 真的欸 我跟妳倒相反 J和P計畫型就是 你會按部就班 你會喜歡排行程 然後P就是不想排行程 我就去日本 我自己去都沒有行程 但是你可以配合別人的行程 我完全可以配合別人 對 最後一個就是 你會不會變 那如果你是T比較高 就讓你會變 起伏不定 右邊 所以你是會變的 我變了 那我真的不會變 我是比較高 那老師他原本是 提倡者變主人公 INFJ變ENFJ 所以只有I可以一變而已 你就突然從內向變壞向的人欸 大家都問說 MBT到底會不會變 其實大概80%就是小時候就決定 5歲以前會成型 那你之後可能碰到比較重大的改變 從學校出社會 或是結婚 離婚 生小孩 這些都比較容易改變 就是影響了你整個人的價值觀 什麼東西 我畢業之後我就剛好沒事情做 就是因為朋友找我出去玩 我會覺得 幸好還有朋友跟其他人會陪我出去玩 我會覺得其實朋友蠻重要 所以這就是這個轉媒 這都太準了吧 好噁心喔 那老師你分析一下他 調停者 我是INFP 很感性 然後有藝術家特質 調停者就是 人間小仙女 啊 妳用什麼 我是仙女 妳不要高興的太準 就是調停者通常都是 沒有活在地的世界 對 他都在你世界裡了 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所以他們會喜歡一個很和諧很善良 然後每個人都不會勾心鬥角啊 有有 每個人都很可可愛愛的那種世界 對 就是你們太容易被別人牽著走了 對 有時候你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要堅持警戒 你們有看過哈利波特嗎 有 哈利波特裡面有個角色就是超級顯著的調停者 誰 妙麗 不是妙麗 不是那麼主要的角色 不是那種性很明顯 不是那種女生 我知道 什麼仙女的 什麼 露娜露娜 露娜露娜露娜 很怪的一個人 他很漂亮 聰明的 然後常常會突然有一個靈感 突然有這個想法 突然有那個想法 但是別人會覺得他有一點怪 那誰是主人公哈利波特裡面 主人公哈利波特吧 有有 是哈利波特的媽媽 Snave常在莉莉 然後哈利她爸就是一直欺負Snave 還有什麼天然 然後莉莉就保護Snave 你會去跳出來保護別人的那種人 是我會 你有嗎 你沒看我這一面 對我沒有 主人公就是外向 然後比較看大方向 然後也是比較感性 然後比較會喜歡規劃 其實是蠻討喜的 一個個性一個類型 主人公的特質就是 你是最有大愛的 就是你會很在乎團體的核心 喔 太準了 你以為你還是當隊長是不是 隊長手就換人了 太容易把行動要攔在身上 然後會覺得喔這是我的責任 好像要有必要去讓大家開心 團體中就是有人不開心 你會感覺很乾淨 對我覺得 欸我很常不開心啊 你沒有在我的group裡面 主人公適合跟怎麼樣的人在一起 欸快點這很重要欸 我跟你說主人公最適合跟你 你 好不要喔 你覺得兩個超合的 好小事 合這兩合的 主人公跟喬廷正德 我覺得那張表的基礎 就是第二碼一樣 第四碼相反 第四碼互補就是最好 最好的 因為J就是計畫型 P就是隨心所入 J和P在一起就是J會控制P嗎 算有吧 算有在控制啊 算有在控制啊 有有有 他出國都會就是叫規定我們幾點起床 我沒有那麼硬性 但我會先對不對 就是 你要照他的計畫走 中間兩男生NFJ 通常都會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你們比較容易走心 有時候可能有些人不是 刻意要攻擊你們 但是你們就是會被別人一些 無心的話去傷到 粉絲聽到了 不要再亂留言 工作怎麼樣 工作 因為你們第二碼都是N 所以都其實算蠻有創意的 不適合做處理細節的工作 我以前算那個頒表時數常算錯 就是打工的時候 你們適合做創意類型的工作 有準喔 兩個都是 剛剛不是有一題那個什麼 誰是戀愛腦嗎 對啊戀愛腦是誰啊 我跟妳說就她 妳很棒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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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個暈船等級表 最容易暈船 最容易暈船 等級表 第一名是INFP耶 我要從這 他就是 易被感動的等級 有些人是 這個人我一開始不喜歡 他就是不行 但是INFP是可以 從不行變成可以的 喔 就是日久生情是有可能在號碟 對 最好相處的人 我覺得INFP ENFP都是最好相處的人 那跟我在一起會怎麼樣 跟妳在一起 妳會把對方照顧得很好 對 妳就是一個喜歡照顧別人的角色 對 反正我咧 跟你 妳就是被照顧的角色 哈哈哈哈 我哪有都是照顧別人耶 我照顧誰了 這個參考度確實是比星座高嗎 我每次都說MBTI就是有心理學背景的星座 那MBTI妳同樣是INFP 同樣是ENFJ 妳的那個比例不一樣 也是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出來 所以可能測出來我跟他人格是一樣 可是我們還要去細看妳的那個 就是百分比 才會去更知道妳是怎麼樣的人 對對 妳大概知道這個人個性 會往哪個方向去 但是也不會是兩個一模一樣 就像兩個金牛座也是不一樣的金牛座 同樣的照顧 今天就可以知道我就是時鐘無鈺 就是可能我這一年也沒經歷什麼事 或許是 然後可是妳真的經歷了一些是真的改變 對 對 總共變成新夫婦 嚇死 任賣 consumo 全出口 CV